持有了这些本地地产股 其实你觉得现在的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你今天就不要管太大反应了 我宁愿忍的 忍是忍 刚才节目也有说到你临放价钱 你还要本应的市场是淡 通常临放价钱的一两是差一点的 差的机会会大一点 这个板块你预认了这个消息 好像现在每次收到这些消息 好像10%跌幅的参考 是 我很害怕 我很替投资者担心 但是我会说你今天忍一忍 如果你说很多的 那你就想想有没有对冲工具帮我帮忙 因为其实这个板块我觉得最重要的 首先那个消息 我自己过去这个周期 我都有想到会怎样呢? 如果你说究竟是不是要 立刻短期有一个很大的反应 我暂时还没想到的 就算当你可能是将来新楼以来影响 那你可能也是两三年后的事 应该快点拿些地出来 是的 我觉得是拿地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板块 香港这一堆 始终一向的现金流是很健康的 我会说最重要的 我也要硬一点看看他们的债价 有没有很大的波动 因为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这个板块 今天时间不够 但是我们通常会看 他们的债价和他们的股息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操作方式 是的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消息要是这么差 如果真的差 它的债价应该要反映得很厉害 是的 我们只可以晚一点看看下午 看看债价能否站稳 我今天一定是忍不住的 放在一旁 即使是持货的 你都觉得现在就不要沽货了 就是先看一看 我今天真的不会 因为这个消息我看不到 坦白说 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告诉我们它要怎样去帮我 没有具体数字 是的 你可能根本是不需要影响 它现在已经准备卖楼的进程 或者可能刚才说 就是新楼的 可能都不关键 我觉得最理想就是 拿自己的地产出来 我觉得是会好一点 那你说之前 究竟说 那怎么会搞到NAT可能低了 但是它本应 每间都会有discount 我自己又不觉得那么害怕 是的 或者基本面而言 都未必是一个很大的 有内房的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香港的地产股 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个地产股